太师病了 不见客 你请回吧 二公子 这瑜伽的茶水钱 我怕是赚不了 你若是非求老太师家的大姑娘 那只能让令堂亲自生 总不至于博了侯俊娘子的面吧 老太师安好 晚辈确实有过荒唐的过往 只是 上次在马场上见到余大姑娘 见她为了王母的遗物如此拼命 晚辈想到 自己仙母早亡 与她同病相连 自是十分亲近 决意求取之 从今以后 晚辈定当改过自新 与烟花柳相之所再无瓜葛 我也想问二叔一句 你究竟为何要求取一家姑娘 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说什么呀 我本来也不知道 说那天见着二叔你的外事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能明白什么 燕燃姐姐素来温顺 有这么一个圆培养子 定能容忍你的外事 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 她若能善待我的外事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 你年纪轻轻 懂什么 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 就知道这世间万物 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 孤二叔 你曾经救过我 我心里十分感激 我真先想提醒你一句 你那个外事 朱曼娘 不见得是个好人 她去瑜伽哭诉 不见得是个好人 你吊着齐横你就是个好人了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小姑爷她心里头有你 这事你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我 你对她这是欲擒故纵 把她转在手里像个风筝一样 好好一个七尺男儿 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 你 你胡说八道 我和她话都不多说一句 通半点语句 你内心误会 看人也误会 为着自己日子过着舒坦 就去瑜 就去祸害我瑜伽姐姐 还现在还来诬蔑我 早知如此 我应该来祸害你们圣家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若执意要娶你 你那老父亲 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 让我祸害吗 你敢 信不信我给你拼了 拼 你拿什么给我拼 我这辈子做笔青泥 我做道姑 我嫁去卢山做一辈子 我 我放牛耕田 我也不会嫁给你